今天十六的猫花音还是发白了 发白了是吗 年龄也大了 今天十六在这 然后是放的这几只萨摩 然后还有重生 像果果啊馒头啊那些 一个是个头比较大 另外一个也是太活跃了 所以也没有和十六放到一起 你看十六和优条想玩呢还是啥的 你看是想玩的 我刚才看他 你看一起玩呢想 一起玩呢 坐下 坐 坐 你看重生坐下了 重生以为有吃的呢 你重生会和十六玩吗 看看 他俩会一起玩吗 可以 只要了 然后 在这儿 等我 我 等我 at 连你 再来 就 你等着大骨头吧 小的 小的坑这么半天 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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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 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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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拍床 莫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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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玩了一会儿又下雨了 天宫不作美 这石榴的口水也挺多的 你看他屁股那点 其实我感觉比上次的时候也好一点 他右边那个地方是好很多 左边的还是有 石榴的尾巴都没挺过 一直在摇 现在膀胱出血咱们带到许州去检查嘛 就是尿血原因去了 然后检查出来是膀胱炎的那个尿血 然后又查出来他的肺 这几个肺有两个肺 三个不能用了 坏死了 接着不是当时许州那边说 可能说他这个生命剩的时间不多了吗 然后咱们又当时也是一个粉丝联系的 是郑州那边那个医院 然后硕哥 开车带着石榴 又转院到那个郑州那边 在郑州那边住了有一个多月吧 然后那边的大夫好像也是束手无策 这样的感觉 最后又把石榴带回了许州 然后在那个医院那边这边呢 他是常常给石榴下来的通知 好像是活不过三个月了 活不过三个月了 但是咱们石榴也是非常坚强的 可能也和他自己那种想活下去的那个 一年有关系吧 嗯 在那边也是坚持到现在 有同医生给他说了他的那个生命剩的时间之后 到现在就有一年多了 嗯 一年多了 对快两年了 石榴是二二年的十二月份带回来的 然后然后在隔离期的时候也就大概也就是一月份二月份左右 一月份吧 嗯 然后带他花钱的尿血吧 嗯 你想他是二二年的时候过来的 应该一年多 嗯 今年是二四年 嗯 不到两年的时间吧 那一年多的时间 原来石榴的生命力 生命力还是非常万强 对 都被下病为通知书了相当于 然后又坚持下来了 现在也是非常健康啊 除了年龄大一点 瘦一点 其他的 看他这个状态是很不错的 对 他的那个大口边都是非常正常的 包括饮食那块 只要不给他吃那种过多的肉类 就少吃一点还行 然后吃的多的话 他可能会有点腹吸 但是如果说只单纯的吃狗粮的话 就是他的槽位在这边是很正常的 会让他腹吸的腹吸的腹部的心 石榴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现在你看他的尾巴摇得多有劲 你看石榴 即使这一年不情愿 尾巴还是摇得好快啊 一年的不情愿 一直往回收他的手 一直往回收他的小爪爪 嗯 石榴还没玩够呢 那个虫生已经睡着了 没有吃的 有的就没的 还有就是要死的 有的又不会的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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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行了 好了好了 去啊 娜娜宝贝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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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莫 你们几天去干活 我估计 大概几天 大概 估计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二 然后明天的话我可能往上去检查一下 你这两天不熟 然后头疼头晕 就这种状态 阿邝在这的时候每天还给我按脖子 按身上 没进去 明天我去看看了 没关系 我们来就怎么都可以 我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